郭艾伦、杨明水火不容,是换帅还是转会?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辽宁篮球队 辽宁篮球队又一次成为了CBA的冠军 教练杨明、郭艾伦都是这次夺冠的主力功臣 他们以完美的主力阵容、雄厚的板凳阵容和坚强的身体素质 无可争议地成就了今年的CBA冠军 在决赛中更是以4比0横扫对手获得冠军 对于这个成绩,辽宁队是实至名归的 如果按照这种状态保持下去 今年的CBA冠军还是辽宁队的 毕竟他们的打法非常成熟 队员结构也非常合理 没有年龄很大的队员 而且队员的身体也很结实 在比赛中受伤的情况很少出现 这对于季后赛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7号 却传出了队中的主力球员郭爱伦要离开球队 转回到其他的俱乐部去参加比赛 对于郭爱伦做出的这个决定 大家感到非常意外 毕竟他是土生土长的辽宁人 而且在辽宁队也打了很多年 正是当打之年 他也是现代国家队的主力后卫 如果离开球队对辽宁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他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可是郭爱伦为何要离开呢 郭爱伦的搭档赵纪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他和主教练杨明 在球场上的思路正相反 大家知道郭爱伦是持球突破型的球员 在场上单打能力非常强 能够自己创造出得分机会 正因为有这个特点 所以显得助攻稍微少了一点 其实相比较于其他队员 助攻也不少 只是和他的能力相比稍稍逊色 而主教练杨明执教的观念却不是这样 他希望球队在场上运转自如 多传球 多创造机会 让比赛打得流畅一些 其实两者都没有错 在场上既需要杨明要求的这种球队 也需要郭爱伦这种球员 因为在关键时刻 得分才是最重要的 两种风格应该相互兼容 才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郭爱伦却无法接受这种要求 因为一个球员的球风是多年形成的 而且形成这种球风 是自己认为非常合理的 也是非常完美的 这是每一个球员追求的目标 现在突然让他改变打法 无法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主教练杨明也应该相应的退一步 让这两个问题相互兼容 这才是主教练应该做的 现在的辽宁队对郭爱伦的离开 肯定是持反对意见的 可是现在郭爱伦的团队 态度非常明确 就是要离开 在这种情况下 俱乐部就要拿出相应的诚意 争取挽留下郭爱伦 虽然大家知道 能够和平的解决才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一般球队遇到这种情况 很难处理 最终会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是主教练杨明走人 第二是郭爱伦离开 最后会出现哪种结果呢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